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石楼子一院, 琴丹 很开心跟大家见面 首先, 为什么我今天选择 跟大家做这个访问呢? 大家可以望望外面 有人说, 世界看深圳 深圳看前海, 这里是前海 今天你看前海发展得多好 机会有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回来内地发展 是一个大趋势 很早就回来内地发展 所以内地很多的文化也好 环境也好, 其实我很熟悉 这几天我每天都穿梭于深圳、 广州或者顺德 我已经不觉得很远路 或者有任何的隔路 因为大家都在旁边 我就觉得大家仍然在旁边 好像我们在香港 都有一些游蜜沙咁 還有十二 stand 可以弄来内地 只要一单 所以来 Win这些隔路 各省市都要到處去 大灣區的朋友相對多一點 所以落腳點會在大灣區的朋友比較多 因為一路認識的朋友都是住在大灣區 都不斷說 沒有朋友的話就是甚麼都沒有 所以就會在大灣區落腳 由大灣區出發當然是全國發展的 很多時候我會拍電影東北演員 南方的演員聽我說話是沒問題的 但唯獨北方的演員聽我說話 他們不知道我說甚麼 他們每次都會笑我 最後我練習的心態是甚麼呢 其實潮州人說國語 說普通話有潮州口音 東北人說國語又有口音 假假的 為甚麼我香港人說話不說油音 我現在就這樣回答他們 這些就叫做廣譜 所以現在大家反而會接受 對呀 其實口音每逢都有 而且現在網上很多 譬如蔡小芬 他們經常說那些大家都覺得好笑的 已經變成了一個娛樂 大家都很接受廣譜的口音 所以我覺得反而對我來說 就不是任何問題了 我記得我剛剛回到內地的時候 人家說你要搞一些支付的 手機要搞一些支付的功能 我記得我去賽市場 在賽市場那裡賣水果 我說我不相信賽市場 這個婆婆 那個婆婆都七八十歲 我說我不相信她會用電話 那些手機的一些支付的功能 那我就走過去買完 買完那些水果 她跟著用牌罪替我掃 我馬上掉落地了 所以我就開始發覺 其實不可以排斥的 你才能夠接受 每一樣新的事物 你需要學習 每一個人生存在社會 或者世界上 其實每天都要學習的 學習如何跟別人相處 學習如何生活 學習新的知識 學習年輕人一些新的語言 每天都在學習 我覺得用一個開心 和開放的態度來學習